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的阿俊 繼續深海迷航,上階我終於到了500米深之下的位置 探索完一輪之後還在我們的基地製造了這個水族箱 還有之前我撿了一隻很有趣的蛋,原來它已經敷出來了 敷出來的是泡泡魚,看看 看看,是一種珍稀的生物,它沒有說可以吃的 是一種不能吃的魚 我想探索一下它,不要亂走 這麼有趣的樣子還沒見過 它是一種灰色的小型草食動物 還展現了高度的智慧,好奇心和情感 奇怪的就是這種物種,未試過在野外被發現 一定要在大型水族館內面人功夫化 但其實看它的樣子,它有點像我們上集看到那隻外星人的八爪魚生物 不知道它會不會再大的呢 今集我就想去2號逃生倉 好,吃一點點東西我們就出發了 甜瓜是加了很多水分和食物,在基地種這個是非常棒 但最麻煩的就是 你在這裡 是很難可以 刺到它去變成這個種子 最壞的是這隻肌肉是不能蹲下 好,吃完東西 就再種一點點下去 我們敷一隻蟹油出來 真的,很小隻 你醒醒醒醒醒 突然撞到你,很害怕 醒醒醒醒醒,不要弄到我的基地沒有電 不然我就把你剃掉 告訴你 想不到 竟然敷了這麼恐怖的東西出來 好,收拾完了,我們就出發了 這些是什麼 很明顯這個 就是可以讓島嶼飄浮的生物 這個呢 很恐怖的 好像寄生生物一樣 血根草 這個 等等,什麼來的 烈空者 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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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獲得的 有 再看一次 這是種子,可以提取本 不要過來 這隻你看到自己的從小鵬 又有些新的生物 鬼手草 先拿兩顆種子 旁邊應該都是那些 又不同的 韓骨組 血柔 又是血柔 但是韓骨組我就 切不到它下來 種子這麼大顆 紅藍草 這個我們是不是之前見過了 算了,現在沒有位置放 稍後再研究 這裡附近很多石櫻 應該是石櫻 我看到一個救生艙,但是什麼都沒有 還要反轉了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有什麼 先停它 沒有反應 什麼聲音 你走開,不要過來 我剛才看到有新的設計圖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裡面 好像沒有東西拿到 它好像不見了 超級恐怖 這裡真的 你好了 突然間有條直食人魚過來 這裡 房間 然後就是掃描室 好,修好倉門 在這裡避下眼 然後我要修好的是 生物反應堆 白蘑菇 白蘑菇 有沒有用 可以製作鹽酸 不要過來 不夠零零遺坦 一下就死了 幸好,幸好在這裡回生 我可不可以整停它嗎 停 4號 恐襪 好,搞定 躲一躲進來 神經病 這裡的東西 好恐怖 放些血油進來可以嗎 不錯 有電 看看附近有什麼特別有用的東西 有磁鐵礦 紅寶石 鹽 鹽 有抗晶體 我們沒有找到過 不過先找黑盒 其實掃描了一會兒 好像只有一個黑盒 我想不用再掃描黑盒 找這個有抗晶體更重要 好像很遠 用無人機 起碼用無人機的話 沒那麼容易被人攻擊 看來這些發光的就是了 好,出去 先掃描一下 這顆是什麼 這顆不是嗎 這裡周圍都有些發光的東西 會不會就是那些 未知的病菌 來的 我想我們可以收集一點有礦就回去 之前看到的白蘑菇 我想收集幾隻回去就已經可以了 看多一遍 我覺得應該真的會有東西漏 真的有 真的有 先回地看一看 究竟說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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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flooding. Evacuate Wait. I can reconfigure the O2 system to act as a bilge pump It's working Okay, good news. We're alive and we've stopped sinking Bad? The oxygen's going to run out in 30 minutes and we're 500 meters down What do we do? We'll have to use the remaining juice to send a distress call and build whatever gear we can Then we'll find a way to the surface 那就是說他們應該是不能上水面 最多都是發送到求救的訊號,但是誰去救他呢? Welcome aboard Captain 大家看看這邊有多少油狂 我決定一邊回去一邊收集,順便拿到幾粒東西 先看看這個血油 我想油礦應該多拿一點也不會太多 但是為什麼收集油礦的時候會有一些核輻射的聲音呢? 還有我找到有時間交往前面有隻不知道什麼生物 先飛下去 跳跳魚? 這隻擺明就是蟹,怎麼會是魚呢? 好大塊油礦蒸體 我們走了走了走了 Local scans show a nearby opening, leading to a biome with extensive fossilized remains 花石群會不會真的在前面呢? 但是我們再深潛下去嗎? 好,我們看多一點東西然後就回去 因為其實我身上也收集了很多油礦 我想應該也有時間用了 不夠的時候再回來 進去看看,不對路的話就閃人 來到這一站 嘩什麼東西?等等,等等,在前面有隻健康 不知有沒有那些類似利維坦的生物 好像是概念魔鬼魚 來的 繞這邊看看 它說是花石 有沒有可以掃描 好像沒可以掃描 樓下就有綠色煙,但我感覺很不祥 有了 等我弄到更厲害的潛水衣之後再過來 現在很危險 OK,我們已經回來了 現在首先要過去 看看我們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弄到 有四個高級材料 可以弄到鹽酸、本 本要三個血油 幸好我拿了很多出來 人造纖維就要用本加這個纖維布 最本案就是金和鹽酸 弄到本 然後鹽酸 再製造這個人造纖維 但如果我想製造這個強化的潛水服 還欠鑽石和太鑽石我有沒有 幸好有 有 還要有這件衣服 還要有這件衣服 先來 這個時候我們不如看一看資料 首先就是剛剛掃到的那隻幽靈利維坦 屬於極端危險 避免跟它接觸一下應該要 因為體型巨大 而且樣子跟死神利維坦很像 這種生物都被歸入利維坦類 它的成年體只會在火山口附近看到 而火山口的邊緣支撐了整個小型的海洋世界 而邊緣之外就是危險的空間 取形的頭部可以進行自我保護 以及進行猛烈的頭部攻擊 所以我被它一撞就死了 異星大白鯊 有很強大的捕食能力 不過資料就說 成熟的幽靈利維坦 並不是以星球上其他大型生物為食 不過它們對領地的保護意識極強 會攻擊一切試圖踏足無人區的生物 就是因為我們不可以進去 所以它就攻擊我 但是它吃什麼? 它不吃其他大型生物的話 難道類食性的? 強壯的驅幹 發達的肌肉組織被半透明的薄摸包裹 表明其習慣於生活在低光的環境裡面 以及這條 你不如叫它做跳跳蟹 怎麼看都不像魚 是食褲動物,有四隻腳 它親戚應該就是在外面生活的那種蟹 即是這一種 以及它是對生態環境極為重要的青道夫 所以魚非必要我們就不要弄它 韓骨組 我們應該就是靠它 去生產到那種叫血油的東西 另一個我們撿到的時間膠囊 我覺得它是想告訴我們 很恐怖的利維坦 還是看到它就會走遠一點 好,看看我們的水族館 我覺得很混亂 什麼東西都有 還有就多了一條 遷行者 不要了 每樣一條就夠了 如果不是很混亂 還有兔子魚也有在 好慘 多出來的生物 不如就放它來這裡 要來發電,不要浪費 好,我們今集暫時就來這裡 下集再出去到處探索一下 因為我們海王號可以潛到這麼深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我們下集再繼續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